大家好,歡迎來到這個馬米世界 今晚又和大家喝一杯 當然在這裏也會和大家分享賽事看法 有時說一下投注技巧也不錯 策略或是同一個賽果 看得到這個台多姿 原來看孖保安慰獎有時好分的正獎 有時四連環全餐都有順利 用不同的方法去投注 其實賽馬都是同一個賽果 怎樣用它變成最大利潤不一定要靠過關 過關固然好 但大家都知道過關難度高 同一個賽果一場之內 怎樣可以拿到比較大的利潤 有時都要動腦筋 未講之前如果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歡迎按右手邊的四星龍珠 訂閱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立即帶大家看看今次有什麼馬可以留意到 這裏這個節目是未講貼士的 如果講貼士可以看其他我台節目也有講過 例如閃電俠我比較看好些 但同場大家都知道只有八千獅 上次贏得那麼容易 升一班都會繼續是大熱門的 我都明白好像速遞騎兵 好眼光那些一定很熱的聖德威風 但問題是明知他很容易三格 你又有一個比較想投注的冷門 那怎樣對付呢 其實可以想就是 你就當他一定會有第一先 跟著你就想 你那隻跑第二 你有什麼好處可以拿到 如果你買Q 沒用的 Q一定會熱的 我答定你都可以 但是那條位置Q 可能會冷 那你就當是投注Q 你有一隻八千獅 一膽不要八千獅 你拖了那麼多隻腳 如果你那隻閃電俠在三格 你一定有一條好分的位置Q 因為兩隻困起來 必然冷 問題是你選擇那些 你不需要的 你當是一個位置 閃電俠的位置只有兩個九 那就不算好好分 暫時來看 臨場可能更加熱都未定 所以我們可以用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想一下 其實有方法 去到剛才我看Youtube 劇圖出群組的姿勢 那些姿勢 不要緊 可以看一下 我們在第八千獅 那場 即是第八場 裡面就可以看到 如果你認為 八千獅有機會 怎樣都在三格的話 我很建議大家 不如你試一下 用一個位置Q的方法 某程度上 閃電俠的回報可能會高 兩個九 也未定 即是2.9倍 你用全餐也好 八千獅也好 你用這個方法 只要它的三格 剩下那條位置Q 必然就好分 你還有一個好微好微的希望 就是 有機會連八千獅也不在 你中兩條好分位置Q 也有機會 所以用這些方法 大家都考慮了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晚一點再見 記得如果喜歡這個頻道 歡迎訂閱 拜拜